大家好 我是李玲老師 大家好 我是艾琳同學 今天要教大家做兩個 在家就可以完成的科學實驗 今天的主題是 大氣科學 那先幫我拿出乒乓球 等一下我們要把乒乓球 對它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把乒乓球壓到水面 可是它會是乾的 神奇的科學怎麼辦到的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你埋進去然後它是乾的喔 好 那你覺得要怎麼可以做到 我們做做看實驗 在底下幫我拿一塊黏土把它黏上去 然後用推的把它推開來 才不容易掉 因為我們已經做好了這個 小標籤的米漆對不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用這個杯子 把它垂直的壓下去看看 看它會不會濕掉 OK 我們的米老鼠還在那邊 好好的對不對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把它垂直的壓下去 你看我慢慢壓下去的過程 你覺得它會不會濕掉 你看那個乒乓球有沒有跟著掉下去 有 而且還倒了對吧 好 那這時候我慢慢的再起來 沒有濕耶 對 然後它又自己立正了對不對 你看 乾的 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哇 完全是乾的耶 太強了吧 這次我們要讓斜斜的 欸 斜斜的會怎麼樣 水會跑進去 然後空氣會跑出來 對 好 然後呢 你讓它跑出來之後 再把它杯子拿起來 看看發生什麼事 OK 好 給你 好 這次幫我傾斜 讓空氣跑出來 傾斜 欸 再多一點 再多一點 看看那個米奇有沒有撕掉了 這裡撕掉 腳腳撕掉 它半張臉撕掉了 壓下去的時候呢 不是有很多空氣在裡面 中來中去的嗎 所以水就進不去 可是當我傾斜的時候 空氣是不是就跑出來 然後水跑進去 對 周遭的大氣壓力幫忙把水 推進去 OK 所以其實是因為大氣壓力的關係 哇喔 大氣壓力好厲害啊 那大氣壓力可以在我們生活中 有哪些作用呢 好 你看喔 好 你現在幫我把空氣壓出來 所以現在外面有很多的大氣壓力 在一直推推推 推這個吸盤 你看喔 它還可以這樣子 還可以讓我們 挖一個包包 挖一個這樣 哇 很重的包包 所以現在呢 空氣呢 就這樣拼命的一直在 推推推推這個吸盤 OK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拿下來呢 嗯 好 大家要先輕輕的 對 輕輕的摳 結果外面的空氣就怎麼樣 就跑到那個吸盤裡面了 所以你輕鬆就可以拿下來 原來生活中 到處都有大氣壓力的運用呢 我們簡單的說明一下 什麼是溫室效應 當陽光直射地球表面時 會反射回外太空 而隨著工廠不斷的排放廢氣 大氣層的溫室氣體增加 導致熱能被溫室氣體 包覆在大氣層內 地球就開始發燒了 一起來看看老師的實驗吧 第二個實驗我們要來認識 溫室效應對我們環境的影響 把寶特瓶的底下把它切開來 這時候可以稍微把它撥開來 你可以用剪刀把它剪開 OK 這樣子就可以放進去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把這兩個裝置 拿到外面曬太陽吧 好熱喔 好 那你幫我把裝置放在這裡 小心的放在這邊 把它放在這邊曬太陽曬一個小時 等一下來看看它發生什麼事情 走吧 One hour late 好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發生什麼 什麼事喔 來幫我看一下現在變幾度 剛剛是30 現在算是高了4個 就變34了耶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瓶吧 要小心一點拿喔 對對對 沒錯 好 你來幫我看一下它升高了幾度 你看喔 哇 升上了8度耶 剛剛是30度 現在變38度 這個實驗終於做完了 對啊 我都留了滿頭大案 真的是的 我們剛剛就像在寶特瓶裡面的溫室氣一樣 遭受溫室氣體的摧殘 天啊 那我們平常該怎麼辦 我們不能亂掉垃圾 還是要做好垃圾分類喔 節能減碳 綠化環境 減少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 愛護地球 從你我做起 都是 為人選擇 higroup 好嗎